25日一大早朝阳区直通亚安公益活动物资捐助点人头攒动 人们纷纷捐出为亚安同胞提供的救援物资 现场记者一眼认出这位身穿志愿者服前来捐赠羽衣的 不就是中国好声音里的光头王韵一吗 当天王韵一带着自己的团队为亚安捐赠了700多件羽衣 然后最近不是一直在下雨吗 我就想可能这个东西不一定有人想得到 然后就给人送过去 可能或许会有希望能有一些帮助吗 最近一直忙着筹备自己新一批的王韵一称 过段时间自己会亲自到灾区帮忙 用自己的声音给灾区同胞送上安抚 地震发生后很多新闻媒体人和志愿者 赶往一线报道和救援 却遭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说是添乱去了 今日王韵一的小三门事件已遭众网友质疑 现在又要亲自去亚安 难道不怕遭到更多的人去说三道四吗 这我其实是这样的 嗯 这矫正不怕斜歪是吧 而且我一直都也不是特别的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 和对我的评价 外界再怎么样变 可能今天还特别喜欢你明天就千夫所指什么的 这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关键就是我自己是谁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自己要怎么样去做 而且我肯定也是尽量是在不给他们添麻烦的情况下 能力所能及的多做一些事 对我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